这个就出黑了 放酒是吧 不直接把牛放进去 那我还以为你们河南只有惠美人啊 对啊 走吧 带你们领略一下河南人的精致生活 河南好吃的下酒菜有很多 但是今天我们要做的是最家义户晓的麻将烤夫 烤夫呢 就是我们长寿的面子的凉皮里的绝配 还可以拿来用来烧菜 比如说上海的名菜四溪烤夫 非常的好吃 非常的下饭 但是它呢 到了我们河南来 就变成了非常家常的下酒菜了 烤夫切成1.5公分左右的块 黄瓜切丝 红椒也切丝 提前泡好的木耳 撕成小朵 这道菜的绝配还有一味 就是经济啊 如果受不了它的味道 可以换成香菜 或者干脆不放 咱们开水锅呢 下入烤夫和木耳 开水呢 能去除烤夫中的酸味 水开呢 煮30秒左右就可以了 咱们煮好了烤夫和木耳一起 过一下凉水 这样口感就不会松散化渣了 烤夫凉透 挤干水分备用 一定要把水给挤得干干的 调个凉拌汁 来点蒜泥 夏天吃凉菜 放蒜呢 是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啊 如果怕味的话 吃完嚼可羊囊就行了 加入3-5勺的水 水量是跟你的菜量决定的 然后是3-5勺的水 3勺生抽 2勺米醋 1勺芝麻酱 半勺的花生酱 辣椒油依照个人口味添加 花生酱呢 会使整道菜变得更加的顺滑 香味更浓郁 没有的可以不放 调匀酱汁 然后把准备好的食材 放进去拌匀 就可以装盘了 下酒菜已经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调一杯 初夏末吉托 酒就比较简单了 准备一颗青柠檬切块 别忘了把籽给去掉 放入玻璃杯 用搅拌压出汁水 像口感酸一些的 可以多放几块 薄荷呢 咱们要先给它拍一下 这样薄荷油会更直接的渗透出来 非常的上头 加入白酒15毫升 糖浆30毫升 这冰块呢 就依照个人口味加了 不能吃凉的 就少放一点 然后给它搅匀 哇 这个温度立马就降下来了 好 然后加入苏打水 这个苏打水我从来都没有喝完过 但是它用来调东西啊 确实好喝 倒入满杯苏打水拌匀 好 来片柠檬 点缀一下 来西瓜 戳下末吉托 完成 这酒啊 特别有夏天的感觉 我先来尝一尝啊 哇 这个酒精感呢 并不重 酸酸甜甜的 非常好喝 但是呢 它是用高度的浓香型白酒来调制的 而且这种冰冰凉凉的微醺感呢 在这个天喝 非常的舒服 这个酒特别适合几个小朋友啊 在一块聚餐的时候喝 我这里指的小朋友是成年人啊 我们来尝尝这个夏酒菜 这就是馆子里的味道 大街小巷 小店大店都有这道菜 哇 特别赞 一份非常接地气的这个麻将烤夫 一个非常小清新洋气的初夏末吉托 这种的配合呢 并不会感觉非常的突兀 反而感觉很舒服 哈哈 真爽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点 喜欢我的菜记得点赞关注 我是Nemo 拜拜 来尝尝这个是上午的好喝 还是现在的好喝 怎么样 感觉下午这个要好一点 薄荷的味道